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是《天若有情》这首歌 我真的猜不到 第二是《吸自己的情书》 王菲 这首歌 这首歌 也算是经典 但排名第一 2024年斗音 用的搭底音乐 因为我经常收到那些长辈徒的歌 有什么蝴蝶梦 原来这首歌是第一位 这首歌是没有37年的《天若有情》 其实《天若有情》是一道奇怪的电影 一个这么老土的剧情 一个这么刺激的刘华 还有一个刚刚出道的《吴善年》 当时我看了吴夜长 我不认为普通一部电影 我不会觉得很特别好 但这部电影当时真的很热 台湾 韩国 新加坡 泰国 印尼 哇 全部呢 尤其是跟女生说的 I love Andy now 那时候 做了十年 Louis Kool 说什么呢 她说 哎呀 尤其是Breading 真是流血啊 I cry啊 这些女生很容易欺骗的 其实这些就是 即是罗密欧 即是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 啊 地位悬殊一对男女 古惑仔 但是又如何呢 她真的有真爱 是吧 结果呢 就是这样了 那些女生就很crying I'm crying 真的很好笑 这些戏 就是 好像是陈穆胜导演的《导奇风监制》 是吧 竟然就成为了当时的经典 那你们是否喜欢刘德华 田凯华 或者各个都是藏不作都好 那事实上呢 在当时四大天王呢 除了庄后友之后呢 都进不了我 即是我也特别是他们两个 走走开 即是庄后友走回去唱歌 好那意思而已 但是现在看他们四个呢 你是明白他们有红的道理的 又会有的 真是这样的 很奇怪的 好了 我们马上讲新闻 下一节我们要看女生的 五十八岁陈瓦伦 这些女生是最麻烦的 陈瓦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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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的 正的 正的 而现在 是不是吃得到呢 我没有什么她现在想 OK 但是如果 我们想象 嗯 她一定会 好似温碧鞋 好似温碧 好似温碧 她应该 OK 这样 你未必会想吃 但应该是吃得到的 我估计 嗯 但是这些性格 真是麻烦到不得了 我不得了 她无端端 寄出个post 就在 就出去 以前有个有名的监制 都好像听过下个名字 叫王尚伟 早年的合照 嗯 她说 今年是我们分手第24年 你说是不是很麻烦 分手了24年 是啊 喂 我一直以为可以放下你 但是原来我做不到啊 然后再爆当年分手的原因 作爱公开地说 你永远都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回忆 这些东西放在心里就可以了 因为为什么呢 王尚伟 现在已经有个家庭 有个家室 即是没有必要 当然未必影响到她 有什么必要呢 只是这些女儿 从这些东西 我应该觉得很麻烦 永远都会沉溺在一些过去 是吧 是吧 不会向前走的 所以仍然继续要保持那种美貌 好啊 这些女儿 我跟你说 幸好 恭喜王尚伟 撇得切 然后发文字爆 当年跟王尚伟分手的原因 他说最清楚记得 王尚伟为她度身 订做歌曲《蜜唐仪》 其实我也不知道她出过歌 蜜唐仪是96年 现在屈指一算28年前 28年前真的她30岁那年 OK 是我第二张专辑里面 《情人哲时》的主打歌 很浪漫的 当时TVB劲歌金曲 也都跟我拍下了这个 这么有电影感的妻美MV 麦唐仪啊 是我坐在王尚伟身边 她一边弹琴 一边问我 是不是要这样的感觉啊 因为 我一直都很喜欢外国女歌手 Renissa Williams 的 Save the Best for Last 于是麦唐仪就诞生了 加上小美无懈可绝美的歌词 除了劲歌金曲 当时 麦唐仪一直是各大电台上榜的歌曲 我都听过没有 我真的不留意 我连你出过唱片 我都不认识 她继续写 对啊 两个人爱情故事 当时人清楚就最好 这份十一年的感情 96年走到07年 就是这么说 07年17 又不是分到24年 又计不了你的数 我说 那时已经是拍拖了 如果分手24年 就是在2000年分手 2000年分手 在11年就是1989年 跟她走的 89年跟她走 拍了这首歌 麦唐仪 96年 即是拍了七年拖的时候 她仍然有这么浪漫 觉得 这份十一年的感情 实在经历太多太多 巧认和年少冲动 但是没有结果的爱情 才最令人医戀的 她说自爆分手了 当日我事业高峰 啊 认识花 事业高峰 发扬年华的时候 认识你 一齊就11年了 因为我从小就在单身家庭长大 你又出现 就正好弥补了我内心崩缺的一块 但世事往往事与愿违的 我经历你父母反对 11年之后 我累了 我心哭了 我选择离开了 但这个不表示我不爱你 我只是想放下自己 给自己人生有个新开始 你永远是我一生最美的回忆 你陪伴我走过人生的高高低低 但最终我们都是分手 今年啊 是我们分开24年 一直我以为可以放下你 但是 原来 我做不到 屌你了 如果有个男人和你走11年 我父母反对捉11年 这个男人就算是没用了 屌你了 现在去娶你还是去父母娶你 居报道说他们分手之后 南方在2002年12月 即是一两年后 就和设计师女朋友Angela结婚 陈亚伦就没有出席 不过当时陈亚伦仍然表示 很爱皇上伟 还视他为亲人 又说会祝福一对亲人 在旧爱结婚当晚 陈亚伦就被传媒拍下 他跟他契家姐 慕玉瓶 慕玉瓶那么熟 是谁的老婆 那个张正毅 周静毅 好像不是 慕玉瓶好像很出名 大陆婆 是一段时间都在 尔老师出现的 和他契家姐 慕玉瓶在跑马地 蒲天江 还喝到大醉 回复单身之后 陈亚伦表示对爱情 没有统景 直到2017年 突然宣布 和吴燕祖的表哥 Martin结婚 不过呢 宣布了23日之后 又分手 真准烦啊 你女人 找些什么搞啊 大佬 好了 另外呢 这一个呢 其实今天我都有 选材的时候 我打算说这一个 还是说那个 熊刀拉斯 就是 01做了熊刀拉斯特辑 其中一条沉人 都可以说一下 那些是几香港人的故事 但是我们今天先说一下 程可惠 程可惠 我见过他 原来他今年72岁 但是我15、6年 即是说我见他的时候 我10岁左右 他26岁 那时我在哪里呢 在现在土瓜 碼头围到 那个工联会 以前是一家酒家 那时我去喝 十岁八岁 那时喝真的很奇怪 玩了就上大桌了 碗仔刺 我最喜欢吃的 那时刚刚流行 很出名 现在有时也有人做 就是那些蟹钳 即是整个蟹锅 然后有个蟹钳在尾 你知道哪些 就是拿着蟹钳 按钩钩钩钩 白发羊蟹钳 还是什么钩钩 现在也是叫这些名字 好像 那时的小孩 觉得很高级 你想想那时 小班都没有一条 他喝就是那些东西而已 好了 那时 我不记得哪个请喝 就是他去喝 程可惟 我见过他 那时的小孩 他20多岁 原来他72岁 1972年入行 52年 即是20岁入行 当年做过女主角 民间传企 后来因为 程可惟常被指派 做妈妈或长辈的角色 收获TVB 与用妈妈之称 其实程可惟那些老人生养 程可惟是 语片的时候 黄曼眉那些是 黄曼眉 其实跟白剑差不多大话 但几年就做奶奶 蘇云船也是 蘇云船带不了梁淑慧多年 无论都要做她妈妈了 真的很奇怪 好了 程可惟在这个专访中 就说 最重要是敬业 闹业 他说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 就不听妈妈说 就不做空姐 考危份班 一做就做52年了 做过地产 人身贯涉 做好这份工的宗旨 他都算是打工仔的怎么办 其实我看他程篇访问 我就觉得他这一类人 是会几开心的 他很随遇而安 要是冷淡 没什么所谓 你没得学的 这个性格是天生的 1984年 程可惟移民到加拿大 去温哥华 那时他打算 顶了唐人街的鱼蕩做小贩 他在唐人街喝茶 旁边有鱼蕩 鱼蕩 师父婆跟我聊天 说做得太累 不想做 年纪又大了 问他有没有兴趣 因为他亦都喝茶 那就留意他生意额好不好 是不是因为生意额不好 所以顶给我 又不是 又多好生意 所以见到他就跟妈妈说 不如跟师父婆顶了鱼蕩 见到这么好生意 怎样都不用休 说当然不好 你都不熟那一行 不熟的东西去做 自己吃虧 看呀 他是随如安道 可以在唐人街里卖鱼 你当时TVB的明星在加拿大 都出名的 我都看TVB的带 好了 后来 程可为呢 就说 都是做物业 赚钱比较稳 就转做地产 极薄 他试过半夜带客人去看楼 被上司骂 晚上看楼 在屋外被雪线低 又在座不息 最出名呢 当然是带下雨看 看四十几间屋 他就说 喂 你发展汗 要不需要那么多 大家同事 不需要那么多 相信你 我就说 当然不 就因为大家同事 从年轻到现在老了 喂 我免得你不满意 让你看到够 揀到够 喂 你选不适合你的 没办法 我尽力了 结果下雨 当然又跟他买到 成功开单 是这样的看法 他说 买了不得止 后来法国买完之后 市值继续升 赚了钱 又转去买另一间更好的屋 到96年 香港经济发展好 很蓬勃 加拿大楼市又净 程可惟说 童油装的始终是童油 加上公司又找他了 就决定回流回来拍戏 一拍呢 就拍到现在二十几年 他说 最疯狂的 就是一晚四个厂都有份 那其实凡分这些绿叶 在那个年纪 五十多岁 就随时有这些情形 我们看韩剧也是 主角 喂 他不会常常有的 喂 金秀贏几年才一套 哇 那贵角的套套都有 他那些真的赚钱不知道 好了 他说呢 三年前 TVB就跟他说 说支出太大 没办法富贺 就是由包身制 包身制 就是有没有做到包身 转为一年一骚的药 程可惟说 公司走到停车 一场期间 独置垂垂 好凄凉 哭得好像离婚一样 他说以后没有人给他家用了 他说调整好心情之后 洗过糧吃过饭 接着他就在那里想 他就体谅公司困境 亦都承认年纪大 不够年轻 再考虑到曝光度和自由度 决定照签约 他说你常常不出来见公司 观众不记得你了 接着又想 为什么 喂 不可以借TVB这个平台 过表演肉 又可以宣传呢 你这样想 在TV上买广告 要多少钱啊 于是乎呢 转一连一秀呢 啊 啊 啊 和他同辈份的 偎人呢 很多都不肯 但是他就不觉得委屈 总而言之 你情可怨 你对不就签 不对不就不签 都是的 嗯 我就很认同这种态度的 嗯 就算不签呢 有很多人呢 就出来说 啊 那当然啦 因爲他们说 吵架TVB那样 是你继续出去听啦 但是如果我自己做事 我又不说的 吵啦 啊 那啊 程可韦向来为人设想 但是这个很离谱 你看他的性格 他有一次在加拿大 被警察入屋打劫 那他都会考虑对方处境的 他说呢 那个贼吵架他 爲什麽 嗯 回来不睡觉 搞到他要在天棒呢 上面等很久等他睡觉才下来 嘶嘶嘶 又找不到他货包 我说 我就跟他说 程可韦说 那我不知你来的嘛 我知道你来 我就早点睡啊 他说被人打劫了七皮 啊 程可韦说 没有想过要报警 他还跟他那个贼人说 他说那你拿我的钱呢 不要乱那么花啊 对方还跟他说 他说他有家里有四个小孩还有父母 在很穷很远的乡下 我就叫他 那你拿了我的钱 回去骗屋给你家人住 起码有个闹口 有个安乐窝 你知道啦 你做这些行 很容易被人抓到的嘛 抓到之后屋 你都没得给家人住 那是很惨的 所以那贼呢 就跟他说 好想跟他继续聊天 我说不行啦 你快点走啦 那程可韦说 他当然是穷无能力 才有这种贪念啦 何必要别人空手而回呢 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想啊 程可韦姐姐 这一件事 但是就算事后这么想 当时很难这么冷静 都是很扩大的人来的 你一个人一扩大 你就可以放心很多 那些老爸呢 当年是1989年 1988年 我不记得哪一年 总之他就被人挟持 在小巴那里 那时候是头条来的 跟着他就 我老爸呢 就下来 因为你知道 凡侵被人挟持 当然有些人去负责 拿些食物啊 拿些食物上去的 那我老爸呢 镜头拍着他 我在那里看电视 他总是就S型 他多有型啊 我心想 后来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S型 他说不如那些人开枪啊 我说你这样S型 你这么慢开枪都打死你啦 其实你举高的手呢 因为他们有沟通的 那些警察和那个责人 知道他说 现在有一个人下来 我要吃什么吃什么 他们买 那我老爸来拿给他 后来我老爸来说 他们在车上 跟那个责人聊天 又未至于同情的 但是呢 那当然有故事 尤其是那个时候 是吧 如果你们下来 因为那个年代 是最多的 做黑工 做了几个月 臨出两个月 一个月拖一个月 报警 赖 自己又借了钱下来 家里的乡下的小孩 小孩 又要上学 想不通 就拿一把玩具枪 去打几元而已 我不记得杜亨顶哪家 多脾气 然后他说 我老爸说 我们都走不掉 跟他聊天 他说 是啊 他说你们是不是很穷 我们打小巴 都是什么 普通的环境 就给钱我老爸 和我 在小巴里面那些 其他人 有 当年还红了个年轻 我认为我们的儿子 几岁 就是因为踢低了车士 把车士踢去不知道哪里 然后他们说没有车士 开不了车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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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开车 于是 我们里面留言 这一定的经验 但最后 都好像办了十多年 可能 又换型 七八年 那些 你说 一人去到绝境 你因为那时候被人挟持 或者被人打劫 你是受害的 对吧 你问是否 要同情他 还是怎樣 我真的不懂 但你会够有的 那便豁達,體諒別人, 好,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繼續體諒,我們先買廣告, 真的要買廣告, 今天是我們連續踏入7月, 不斷創新低疫情, 不斷創新低疫情, 我都說了,我們收廣告上, 我們收廣告上, 我都說了, 再是這樣下去的話, 現在最大的麻煩就是, 因為市面實在太靜, 大家出去留意一下, 所以大家會發覺, 是沒有什麼新東西出的, 為什麼呢? 沒有人敢翻新東西, 但是沒有新東西出呢, 你生意呢, 又很難會穿上去, 好嗎? 那麼, 我不知道是天氣熱, 還是怎樣, 大家盡力能夠幫多少, 就幫多少, 如果不是呢, 我已經是心中有些盤算的了, 即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縮呢? 即是縮到, 甚至我們studio都不要呢? 因為我們可以remote做節目的嘛, 或者, 留一個位置, 我們來換一下醋, 因為其實我很多東西呢, 是輸著錢做的, 一直都, 即是不要說輸著錢, 就是沒有什麼賺錢來做的, 即是譬如我的面這樣, 你賺什麼錢呢? 一幾元包, 有時候, 你買一百包, 你壞了三包, 過期五包, 你就已經輸了, 因為太少了, 知道嗎? 這一隻是, 大家有餘力的, 會有空上來買東西, 當然, 最重要, 這一隻我經常介紹, 回課了, 啡茶色, 就是獨立包裝, 堅然馬油的染髮劑, 怎樣用呢? 拆出來, 塗上頭上, 不用塗上頭上, 梳好頭, 過幾兩個小時後, 洗頭, 看看你夠不夠色, 夠色就搞定了, 它是很潤的, 我忘記了, 我賣多少次, 二百三十八, 還是六百, 我也忘記了, 兩隻都有貨, 另外一隻我做, 都是同一個, 日本出的, 我正在清貨, 不是馬油的, 那隻, 那隻應該是海草, 那隻驗化效果, 都好的, 但沒有那麼潤, 那隻現在可以的, 那隻應該是一百二十八, OK? 大家可以上來買便好了, 下一張, 這一個, 很好feedback, 我認為貴到, 我不捨得用, 六百八十元, 這隻叫做, 益生菌洗頭水, 那我有網友昨天, 上星期六再來買了, 不知道六支還是八支, 他說他們用完之後呢, 說脫小很多頭髮, 直接沒有脫頭髮, 和沒有頭皮, 那對他們來說呢, 沒有脫頭髮, 和沒有頭皮, 是很重要的, 那他覺得非常好, 讓我一下, 那我就記得他提我的, 那我就講講, 這一隻呢, 是全港唯一一隻, 可以植入你的毛囊裏面, 因為他有那些益生菌, 他就把你那些壞菌, 簡單來說, 就和你的益生菌做朋友, 於是乎呢, 你的頭髮呢, 就會吸收到它的營養, 就會繼續生了, 堅固了, 硬正了, 六百八十元, 好,再去, 那這個呢, 終於翻火了, 就是我由Day1開始, 就是, 同學灣SOGO有, 我有, Day1開始, 我就在賣, 公開是五百九十八的, 最厲害的精髓買人, 當然我不是賣五百九十八, 大大的Discount, 但我不講多少錢, 因為他的Support叫我不要講, 人家SOGO在買五九八, 五百不用, 四百到不用, 你上來看吧, 那這個馬油呢, 其實街坊間很多, 包括日本, 香港, 幾十元而已,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那些全部是流食物, 包括日本買, 這一隻真是純馬油的Cream來的, 那你那些什麼主婦手啊, 濕疹啊, 非常好用, OK, 好,再去, 好啦, 皮疹症, 喏, 我不特別講的, 二百六十元, 皮疹症呢, 濕疹, 止痕, 喏, 因為實在我的feedback太好了, 真是那些網友, 有很多濕疹, 噴兩樣東西說, 什麼呀, 那我就覺得, 喂,我真的有障礙介紹一下給大家, 那如果你們呢, 記住, 那些皮膚乾的那些呢, 就不對的, 但是你被蚊叮蟲咬, 濕疹啊, 那類呢, 就全部都可以的, 那可以有, 開門口咯, 這一支, OK, 好, 皮膚敏感都可以的, 當然, 目擊眼藥水, 七八八十元一支, 那我這陣子少講, 但是呢, 我之前呢, 跟大家講, 在他加價之前, 我已經是幾貨可拘, 他團職了一大批貨, 但是終於到, 就是, 賣完幾天呢, 賣完都會有的, 都是七八八十元, 那, 記住, 上到來呢, 問問一些同事呢, 他有, 他可以給個九折你, 還是可以給個, 有個, 價值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九元的, 藍莓數, 眼藍莓數, 那你都可以, 嘗一下的, 那其實這一支, 就是我們近年呢, 最見效的產品, 就是你一滴就見效了, 基本上, 有少許眼痛, 有少許眼疲, 是正常的, 有少許眼膠, 是正常的, 記住, 初初滴, 不要省, 每日滴四次, 每次三滴, OK, 好, 好了, 那這個又是翻課了, 之前我又勸過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 現在我們所有的食品裡面, 唯一一隻呢, 可以, 幫你排出, 體內的重金屬的, 就是這個, 日本的螺旋組, 嘩一下, 一盒, 可以吃兩三個月, 一瓶二九九, 兩瓶四九九, 全天然螺旋組, 還有沒有想, 這些產品, 還有就是, 卵學網, 不用說了, 卵學網, 我為甚麼要說呢, 因為呢, 我們有些海外網友, 竟然跟我們訂大批, 我問他, 是否用來做生意, 他真的用來做生意, 好, 因為他要團購, 那這一隻呢, 特別是老人家, 我們這些網友很多都有一些年紀, 他真的要吃, 他營養固然好, 又可以令到你的皮膚好一點, 最重要的關節不同, 大家就要試一下, 一瓶五九九, 買夠六瓶, 每瓶就是五二九, 好, 央西鎮回來,